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珍宠》 The Flavorite 这是希腊导演 Yugo Lensimo 的新作 他之前的两部英语电影 《单身动物园》 还有《深入之死》 都获得相当大的关注 而这部《珍宠》 也在今年的奥斯卡上面 成为提名最多的一部电影 并且主演这部电影的 Olivia Coleman Rachel Wise 还有Emma Stone 都入围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还有最佳女配角的奖项 打出了漂亮的拳雷打 Olivia Coleman 也在之前的金球奖上面 拿下了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奖项 这部电影被形容是 《夕阳版的延喜攻略》 这类的宫斗剧 但如果你用宫斗剧的眼光 来看这部电影的话 你会蛮失望的 《珍宠》有宫斗的内容 但是没有通俗剧 大快人心的剧情 《珍宠》有歹读心计 但他没有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的斗法 在导演的手法之下 整部电影的收尾 是相当的反高潮的 应该很多人 是抱着满头的问号 看完这部电影的 看着我 你怎么敢闭上眼睛 老实说 这个导演的电影 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你会觉得很开心 让你觉得很有趣 不断的会冒出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玩的想法 在电影的前半部 有许多的惊喜 可以让你期待着 但到了后半部 你上钩之后 接下来就是 《尤格式》的 领月观众时间 没有高潮 没有英雄 没有目的地 也没有救赎 你越觉得故事 是应该这样子走 他就越不这样子演 后来你才会惊觉 整部电影要呈现的内容 他老早就设定好 准备好了 完全超出 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 用一种夸张梳理的方式 让你感受到 他要讲的东西 真的是再真实不过了 以上这大概就是 我综合 真宠 深入之死 还有单身动物园的想法 如果你有看过 这三部电影中的 其中哪一部 你大概就会 比较清楚我在讲什么 这样的电影好看吗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尤其是看完电影之后 喜欢重复反复思索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或者是像我这种 需要记录消化电影内容的人 关于安妮女王 关于莎拉夫人 还有片中戏份超少的 英国战神 马尔波罗公爵 讲到权力斗争 就一定是跟SIM 脱离不了关系的 真宠当中也毫不避讳的 将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 展现给我们看 也才会有了爱马尺东突破尺度演出的宣传 还有新闻标题 是的 他有漏点没有错 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SIM 是相当特别的 如同导演的其他部电影 SIM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现出 那个SIM和爱的脱钩 更是要凸显导演眼中无碍的人类 在真宠当中SIM不再是SIM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控制关系 有一场戏是爱马尺东 帮另外男生服务的桥段 那边真的很经典 很好笑 真宠中用了很多动物的戏 去明示暗示些什么 尤其是那个刻意曖昧不明的结局 我非常喜欢的是有一幕 一个赤裸肥胖的男生 他应该是类似搞笑艺人之类的邪心 然后就在一个屏风的前面 被一群男人拿番茄丢他 嗯...人真的是很残酷的动物呢 演员上我非常喜欢瑞秋怀茲的表现 里面拘谨帅气的造型 和他充满魅力的个性 I shoot something 这个角色交给他眼真的很好看 艾马斯东的表演 则是最年轻最奔放的一个 充满着不安和危机感 我真的蛮喜欢看他每一次受伤的反应 不同于前两个人 一个拘谨一个撒野 饰演安妮女王的奥利维·雅克曼 则是有最多的变化 他像是闹脾气的小孩 受伤的野兽霸道的君王 他站在制高点上面 随时可攻可守 同时又似乎是最无辜的那一个人 最后几场戏的重点 都在这个角色的转变身上 他也的确都演得很好 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复杂又病态的女王 从《飞观男孩》当中 看着他长大的尼克拉斯霍特 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表现 也相当的出色 虽然他不是那种细精型的表现 但是他脸上的大浓妆 还有扮演这种不属于他的戏路 的确有解放出来 他的一些表演的才能 还有很多时候 他说话的反应 口气以及态度 真的是会让人联想到他的大前辈修格兰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场景 音乐 还有那些广角镜头 都帮我们带到一个又真实又诡异的英国宫廷世界里面 同时又相当的幽默有趣 这部电影让人哈哈大笑的地方会蛮多的 幽默的风格也相当的夸张 配上这种冷漠疏离的情感 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电影 珍宠比较适合想要一部冷冷一笑 喜欢这种残酷又病态人机关系故事的观众 特别推荐给想要陪老板睡觉博上位的你 珍宠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